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节内容主要原因在于今天下午 我和我们网校的管理员李老师进行了一下沟通 了解了一下最近学员对我这门课程的一些反馈 李老师告诉我一些学员对课程的反馈 其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反馈 就是学员希望了解关于抓包分析这块的知识的 比较实操性的这方面的技能和思路 那么刚听到李老师给我反馈这个事情 我当时可以说第一反应有点醉了 因为我这门这个Kali Linux这门课程里面的每一章节我一直都在抓包 几乎每一章节几乎每一个实验吧 不能说每一个大部分的实验我都会给大家抓包去看里面这个通信的过程 我一直认为我这门课程里这个关于抓包分析这块呢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比较多的 当李老师做出这个反馈的时候呢 我是当时真的有点醉了 我第一反应不太理解说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无线分析还有这么大的神秘感 因为我们一直在抓包分析 但是这个稍微转念一下呢 我可能可以猜测一下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首先这个抓包分析啊 它是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那么抓包呢 这个抓包本身抓包并不复杂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安装软件 这个安装个Wireshark或者是这个Omnipic Sniffer等等 都可以安装这个软件 然后通过点击几下鼠标选择一个监听网卡 就可以开始抓包了 那么抓包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所这个 这个抓下来的数据包如何进行分析 这个分析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复杂 因为你抓下来的东西 你要能看懂里面的内容 你如何才能看懂这里面的内容呢 那么首先你要对常见的大部分的这个协议 你要有所了解 否则的话 这个你抓下来的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是天书 你是完全看不懂的 所以这个 你要想做抓包分析 必须对常见的这个协议要有了解 另外呢 现在这个抓包分析的软件也已经做到都非常的这个用户界面都非常友好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抓包分析软件的友好的界面以及它强大的默认集成就有的这些分析功能 来为我们抓包分析 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 抓包分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 也是这个其实非常考验一个技术人员 他的这个对协议了解的这种功底 那么曾经我有一个同事 在认识这个同事之前呢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对抓包分析非常了解的人 那么每到一个陌生的网络里我都会去抓一下包 看看这个网络里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但是抓了很多年之后呢 仍然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后来我遇到了我的一个前同事 在之前那家公司的同事 那么这个同事呢 他在我们这个业界圈内也没有什么名气 默默无闻 但是是一个低调的这个我们说叫牛人 我们所有人通过抓包分析都看不出来的问题 那么他可以看出来 几乎所有的这个 他是搞网络的 搞四科网络的 那么几乎所有这个四科网络上 这个配置出现问题 或者一些网络异常情况 他通过抓包他几乎都可以解决掉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看不出这个包里面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发现 那么我通过这个事情想告诉大家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抓包分析 它是一个非常考验你对协议底层了解的这个功底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但是呢 这个我们其实这个初开始学习网络或者学习安全技术进行 要进行这个抓包分析的同学呢 他们通常来说 其实这个没有办法 协议分析这种事情 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让你达到一个相当高超的一个水平 这个绝对是需要时间来这个磨练你的能力 来丰富你的经验 然后通过你不断的学习 对各种协议不断的了解 这个是非常考验公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既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捷径可走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 这个基础不是特别丰富 不是特别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些同学 如何能快速的利用抓包分析软件 能够分析出一些个常见的问题呢 那么其实我在这个下午跟你老师聊了之后 然后回来的这个路上 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我刚才花了几个小时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个规律 一些个基本的规律 比较容易大家方便上手的一些个规律 那么可以总结出来 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样的话呢 大家即使在没有对很多协议 有特别深入了解的这种前提下 也可以完成可能日常的60% 70% 甚至接近80%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个要求 其实我们要做这个深入的这个数据分析的话呢 这个是很耗时间的 但是如果想在短时间内通过有效的方法 能够完成其中大部分的这个还比较容易了解 比较容易掌握的这些个技能的话呢 其实还是可以达到的 然后我简单总结了一下 这个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那个80-20原则嘛 这个你花20%的时间可能就可以把一件事情80%的这个内容都了解了 然后你也可以做这80%的工作 但是剩下那20%的内容 你就必须要花80%的时间去深入的了解 去不断的去摸索 不断的去这个磨练你的技能 这样最终你才能接近那个百分之百的目标 所以今天我想这个利用今天这个时间呢 给大家分享一些个我在抓包分析方面的一些个常用的一些个简单的思路 复杂的我不会讲 那么一些个简单的思路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那么利用这些思路呢 我相信大家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可以这个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 这个抓包分析的这种工作的内容 那么因为这一个算是一个小节的内容吧 我没有做完整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收集和整理 也没有写PPT 完全是这个随机的 因为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刚从李老师那儿得到的这个信息反馈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呢 可能不会特别的思路连贯 也没有PPT 我完全是这个随机而为 看到哪儿讲到哪儿 然后想起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这个 但是可能内容会比较直接 这个 会是大家可能从实用的角度 会比较希望去了解的 那么抓包本身虽然这么强大呢 但是我也要强调 抓包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 虽然我之前 那个同事他很牛 这个他可以通过他的抓包把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都可以解决掉 都可以查出这个根本性的原因 但是我必须要讲 抓包这个东西在这个整个这个机箱机技术领域 无论是安全技术还是其他方面的技术 在这个技术领域里面 没有 没有银弹 银弹就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 抓包也不是 他虽然很强大 他可以解决我们可能80% 90%的问题 但是他不是银弹 也没有银弹 没有任何的这个一个工具 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么抓包也有他的局限性 那么他的局限性 他的局限所在就在于说 抓包我们抓到的都是二进制的010101 那么如果抓包分析软件 可以帮助我们去解这个解码 把这个0101还原出他真实的内容 那么这当然是最好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还原出来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凭我们的肉眼 凭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 去还原0101 把它还原成这个相应的字符还是什么 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大量的借助这个抓包分析软件 他给我们还原出什么 我们就能看见什么 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去进行工作 那么抓包的局限性其实也就在这里 如果说网络中传输的这个内容 是加密的内容 那么他必须要经过强 强大的这个计算 才能进行破解解密的话 那么抓包分析软件是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所以他也不可能把加密的内容 给我们还原出他的这个真实的明文的信息出来 所以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一旦我们在网络里抓到了 是一种这种加密的 比如说这个HTTPS通过证书进行加密的 那么现在就被认为是非常强的这个传输层的这个加密技术 因为我们不可能看见里面的内容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抓包分析这个实践过程中 遇到说HTTPS或者这个SSH2.0这样的这个抓到的数据包的话 如果前提是你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这个证书欺骗呢 等等这些个前提手段的话 那么对于这种抓到的数据包 你是没有任何办法可这个可以对他进行这个处理的 就这种看到基本上就略过就算了 这个里面的内容你是可能知道的 所以我们这个日常的抓包分析80%的工作呢 可能都是针对那些个可以有抓包分析软件 他能够直接还原出来的 可以看到明文信息的这种类型的协议 我们可以去重点针对这种类型的协议去进行分析 好 那么为了让大家有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呢 所以我下面会以这个一些个实际的场景 这个来给大家介绍抓包分析相关的这个 实际工作过程中的思路和使用方法 那么说起来这件事情呢 这个说到抓包分析这件事情呢 其实还真的是有点这个机缘巧合 因为就在上一周 我刚刚做了一周的这个大数据量的这个信息抓包 抓包然后分析 大家稍等我一下 好 我们回来 我刚才说到哪里 这个抓包分析这个事说起来挺机缘巧合的 这个我上个礼拜呢 刚刚做了一个礼拜的这个 每天都比较大流量的这种分析 每天的流量大概在两三百个G 这样一个数量级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这个我就给大家透露一下 因为什么呢 这个公司老板然后找到我 说老板说怀疑公司有人在 在把公司的一些个信息 一些个这个机密的信息 透露给这个经营对手 然后呢 老板希望我在从网络上 能够监视一下 说公司是谁 把这个有用的机密的信息 给向外传出出去了 然后但是他没有具体目标 我们公司几百人 然后每天的流量是 两百到五百G之间 不确定 这个两百G到五百G之间 有有很大的变动 我如何能够说通过网络抓包 这个流量分析来判断 说到底是谁 把公司的什么信息 什么机密的东西传出去了 那么 这个 所以我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就是 首先是这个量级的这个困难 因为这个数据量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课程里面 一直在做用Vershock来进行抓包分析 但是那个抓到的数据包 几兆几十兆已经算是不小了 已经算是大包了 但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 我们面临的是一天几百个G 而且这个它在不断的增长 我的分析速度肯定是没有 它这个抓包的速度来的快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 我就 这个 还没有别的可选择 所以只能是把流量抓起来 然后进行分析 那么我先说一下 我的一个大体的思路 如何能够在尽量 可接受的时间范围之内 能够完成这么大量的一个 数据量的一个抓取 尤其我并不确定这个目标 到底是谁 然后这个IP地址到底是谁 所以我不得不在大量的 这种数据包里头去大海捞人 然后遇到这个 首先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 那么我首先做的事情 就是在网络的 公司网络的这个出口 就是在公司网络的出口 然后来部署这个抓包的 来部署这个抓包的这个服务器 那么首先公司这有防火墙 然后外联这个internet 然后下联核心交换机 当然我们核心交换机是两台 两台做的是这个 一个 这个厂家的这个 我不能透露这个具体的 这个交换机厂商 这个具体的这个交换机呢 它支持一种叫做VC的功能 就是虚拟的这个cluster 虚拟群集的方式 它可以把两台的这个交换机 然后虚拟成一台交换机来使用 然后这个把两台不同的交换机上的 这个两个物理扣 然后把它虚拟成一个这个逻辑扣 那么这样的话呢 然后我就进行了一个这个 把这两个物理扣 虚拟成的这个虚拟扣 把它们镜向到另外一个 这个交换机上的另外一个扣 然后我在下面接了一台服务器 来进行抓包 然后就一天 公司只要是进出公司网络的 因为这时候公司内部流转的流量 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然后只有这两个扣 这个进出公司流量的 这两个扣的流量 我会把它镜向过来 然后由这台机器来进行抓包 那么抓包的时候呢 就是也是使用的WareShark 这个没有什么秘密科研 然后我们在使用WareShark 进行大量抓包的时候呢 在使用WareShark进行大量抓包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是这样 我们先勾选这个你要抓包的这个网卡 那么我的服务器呢 有两块网卡 其中一个网卡用来做这个抓包 另外一个网卡用来做这种带外的管理 然后我要把这抓到的数据包呢 全都保存下来 所以我必须这个勾选这个 这个使用多个文件 然后这个每 这个当这个数据包抓到多大的时候 然后要这个另外生成一个新的抓包文件 我使用的是300兆 因为300兆基本上已经是一般抓包软件 所能比较在比较快的速度里头 把它打开进行分析筛选的 这么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大小 然后另外注意把这个勾勾掉 所以Pro呢 它是这个使用这个PCCAPNG格式的这个来 这种格式来保存数据包 这个PCCAPNG这个格式呢 它是WareShark所独有的一个抓包的这个保存格式 那么在这种抓包保存格式的抓到的数据包里面呢 你可以给它加备注啊 加各种这个个人的这个各种各样个人的信息 在这个抓包文件里面 所以它比这个TCP dump默认这个抓到的那种这个包格式呢 会有它的一个功能上的优势 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也会使用TCP dump来对这个抓下来的数据包进行一些个过滤筛选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通常我不愿意选择这个勾 而且这个勾呢 这个对我们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我就把它勾选掉 勾选掉的话 它就会使用默认的这个通用的TCP dump的这个标准的抓包格式 就PCCAP的这种格式 如果你不勾选它呢 它就会以这个PCCAPNG那种格式去保存数据包 这样的话就选好之后呢 然后选择一个你要把这个抓到的数据包存放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就把它放到这个路它下面 也可以新建一个这个文件夹给它 或者这个不新建文件夹就起个文件名 起个文件名 比如它叫CAP 然后就OK 这样的话抓到的数据包呢 它会在CAP以CAP为这个文件名的开头 后面会跟上这个抓包文件生成的时间 就几几年几月几日几秒 这个一个时间 非常细致的一个时间 通过这个文件名 我们就知道这个包是什么时间生成的 每抓到说够300个了 它就开始这个又生成一个新的文件去抓包 再抓到300个再生成一个新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长期的抓到的所有的数据包都把它保存下来 而另外呢 在抓包的过程中 如果你确定你要抓包的这个目标IP是什么 所以我只想抓这两个IP地址的 他们的这个进出公司的流量 如果你确定有明确目标的话 那在这这个地方你可以加这个抓包筛选器 我们之前在课程里一直在使用比较多的都是那种显示筛选器 显示筛选器是说这个包都已经抓下来了 保存在文件里了 只是显示的时候 我把它给有些隐藏掉 有些这个不显示 有些显示 只是做这种这个选择 那么抓包筛选器呢 如果你一旦在这做了抓包筛选器的话 那么就只抓来自这个IP的包 就是抓包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做筛选了 除了这个IP的包 它都不抓 所以这样有目的性的去抓包的话 抓下来的包会比较小 而且这个有针对性 好 这样都选择好之后 或者当然你可以选择这个IP 也可以是选择这个端口 说这个Port 这个80端口 所有的80端口都都抓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你可以通过这里面的一些个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个语法 来定义你的这个抓包的选择器 比如说IP地址是这个地址的 然后或者是只抓IP的包 然后这个或者只抓以太网的包 等等这样的 或者TCP的 或者TCPPort 端口是什么的 你可以来这个自己去定义 这个抓包选择器 如果你不定义这个抓包选择器的话 那就是所有的包都抓 这样的话就可以start 然后留进我这个网卡的 因为我做了端上端口 所以留进来的就是公司所有的流量 我都会把它抓进来 那么这样就可以长期进行这个抓包保存了 保存下来呢 为了这个准备今天晚上 这个给大家临时加的这个小节的内容 那么我下午的时候在公司 就在我们公司的网络里面 这个做了一下 做了一个真实场景的抓包 每个包是300兆 然后我抓的是 大家可以看这个时间 这个包的生成时间是 下午3点39分 然后结束时间是59分 所以20分钟的时间里 20分钟的时间里呢 生成了6.7个G的 大约7个G的这个流量 每20分钟是7个G 那么一个小时呢 大约就是20个G 就21个G 不到7个G 就是大概每一个小时20个G 然后这个如果一天乘以这个24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推算一下 按这个时间段来估算一下 一天的时间 大概会抓到200多G的这种流量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这个流量其实非常大 那么抓下来的呢 都会以这种这个 我是以Test作为这个保存的文件名 所以这是真实的 我们公司的这个下午的这个网络流量 然后呢 下面我就以这个真实的流量 来给大家说一下 抓 我就是利用这种方法 可以把它都抓下来了 然后分析的时候呢 就要逐个的包去把它打开 然后来进行分析了 因为抓包的时候呢 它没有保存这个文件名的 这个扩展名 所以我在分析的时候 为了方便 我给它加一个扩展名 有PCAT 然后分析数据包的时候呢 这个我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用这个WareShot 因为什么呢 这个WareShot不可否认 它非常强大 然后这个也是大家都在使用的 这么一个抓包分析软件 但是它的这个图形化界面 以及它的分析的这种 易用性直观性上面 比这种这个Windows平台的 这种这个抓包分析软件 还是要有些欠缺的 所以我在Windows平台上 我平时不太使用Windows系统 只有在做这种抓包分析的时候 才会比较偏爱Windows系统 因为Windows系统上呢 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抓包分析软件 就是这个GoMini Peak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网上 找到它的破解版 这个我是半年之前 一直到现在 一直在使用它的7.8的版本 现在可能有8.0的版本了 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找它的最新版 最新的破解版来使用 那么它的这个分析方面 这种图形化界面的这种易用性 这个用户体验吧 现在都讲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上要比这个 WareShark要来得直观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一个300兆的一个抓包文件 要把它打开 大家看它的进度 它要花大概20到30秒的时间 才能够把一个300兆的 这个抓包分析软件 完整打开 现在还没有打开 大概可能要30秒左右的时间 大家可以想象 一天如果有200兆 因为 大家稍等了一下 好 我们继续 大家花了30秒钟的时间 我们才把这一个 抓包文件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效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在这个我们不确定要抓包的目标IP的情况下呢 一般来说呢 我的做法是进行抽样 抓了大量的数据包之后 然后从中每隔一定数量的这个数据包 然后进行抽样 然后在抽样出来的这些数据包里面 先进行比较细致的这个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的结果呢 然后在上周一周的时间 我通过四天的这个 一周的 周一到周四 前四天的这个抽样的这个分析 基本上定位到了 这个可能存在泄漏公司封这个机密信息的这种 这些个这个用户 找到了其中的两个IP地址 然后呢 我就用第五天的时间 然后再通过一些个脚本的编写 然后快速的把前四篇抓起来的 一个多T的这个流量 进行一个这个快速的筛选和处理 然后在第五天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把这个整个一周 有针对性的 把我要找的那个目标IP的流量 全筛选出来 然后对他们进行分析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拿到一个抓包分析 拿到一个这个抓包文件之后 我对它的一个 算是一个标准化的处理流程 那么无所谓标准化了 其实就是我的一个习惯性的处理流程 那比如说现在我就打开了这个 三百兆的这么一个抓包文件 然后通常来说 我第一步我会先做一个事情 因为现在这个是网络是正常情况 然后流量都正常 所以这个我要查里面 这个相关的有用的内容 所以是我会按下面这个方法 如果说现在是网络流量出现异常 比如说这个公司网络在康备阵嘛 然后我要查出是哪个IP造成的这个大流量的话 那我就会去先看这个 这个第一个这个视图 就是网络这个视图 那么通过这个网络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网络里面这个带宽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那么它是这个照BPS小B 小B呢就必须要除以8才能够变成四节 这个换算成四节 因为网络上我们说百兆或者千兆都是这个小B 也就是二斤字的位 那么通过这个视图呢 我们可以查看到这个top talker by IP 就是哪些的IP是产生网络绘画最多的 那么这个产生网络绘画最多的 并不一定是这个网络流量最大的 它只是这个绘画最多 有可能建立大量绘画 但并不传输大流量 然后通过这个曲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前网络贷款的一个变化情况 一般是停留在60兆左右吧 50多兆60兆这样的一个小BPS 除以8的话就是78兆字节每秒 这样的一个贷款占用 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比较不是高峰期 一般上午和这个就是下午吃完饭那段时间 这个刚上班那段时间是网络流量会比较高 下午3点多钟呢 这段时间是流量没有很高 对其实通过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这是38分的12秒 然后到这儿是大概是一分钟的时间 这一分钟就是300兆的流量 我抓到的这些流量只是一分钟的 然后通过这个协议类型 我们也可以这个top protocol 可以看一下是哪种协议的流量 在现在这个网络里是占最多的 好 这是如果说这个网络流量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儿来直接定位到 说哪个这个协议的流量最大 然后哪个这个IP的这个汇化最多 那如果你想看说哪个IP的流量最大呢 这是这个汇化 并不代表流量 如果想看流量最大呢 点击到这个node node在这儿这个进行一个排序 那么就可以看出来 当前流量最大的是哪个IP地址 你可以通过点选邮件 然后把它相关的这个 以这个IP地址为原地址 和目的地址的数据包 把它筛选出来 好 那么这是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我现在要做的目的 不是做这种流量分析 主要是看内容 所以我要做的这个 这个标准动作 第一步就是先看协议 看协议的目的呢 是先把那些没有用的协议 把它给剔除出去 这里面有很多种这个协议 一般你在一个真实的网络里面 抓到的数据包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它 你抓到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协议 那么有些协议 你是没有任何分析价值 就需要直接把它给剔除掉 这样把我们要分析的 有价值的这个要分析的目标 把它给筛选出来 好 那么下面呢 这个是我们就 我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把没有用的协议摘除掉 那么像这种这个Certrix Certrix的这个协议 那么我们公司里其实没有 部署Certrix相关的应用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 这个基于端口来判断的是 Certrix的协议 有可能并不是 而且它的这个包的数量呢 包的数量也只有一个 所以这种一个数据包 根本行不成网络规划 所以这种东西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分析的 那么Aroba的一个协议 然后Certrix协议这些都不是这个有价值的分析的协议 然后像这些MGCP 然后RARP 这个反向的ARP解析 以及这个Discower 就是网络发现的 还有SIP 如果你的网络里有这个部署 VoIP的话 那么它会使用SIP协议 那么这个我们也有 但是这个SIP的包呢很少 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然后Fix 以及IPv6的这个 SMP的V6协议 以及G.729 前面还有这个G.236啊 G.726啊等等 这些都是这个语音编码 这个传输的可能是一些个 这个语音信息 然后呢 这些个H.什么G.什么 这些都是这个语音编码的这个编号 所以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要关注的 这个不是我们要关注的内容 然后这个TDS啊什么 这些也不用管 ICAP这个是这个 这个我们也不用关心 然后LLDP 这个是链路层的一些个 这个发现协议 类似于这个 这个功能有点 类似于这个斯科的CDP 那样的一些个功能 然后以及NV这个Message 这些消息的协议 还有MPV 这些都不是我们关心的 然后SIFS SIFS是文件共享的协议 但是呢 如果说使用微软的这个 这个文件共享的话呢 这个传输的过程 也都有一些个相应的加密机制 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重点 关注的这个内容 因为加密了 这个里面传什么你也看不见 但是SIFS里面 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个 这个明文的信息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留着 我现在选的都是要把它删除掉的 那么还有SSH SSH呢 是这个 是这个也是加密的流量 所以这个呢 我们基本上也放弃 对它就是不做任何的筛选 然后像什么G.722 然后SNAP RTCP RDAP RDAP的话呢 这个因为这个公司里面 有域环境 所以这个抓到一些RDAP的 这个数据包呢 这个属于正常 但是呢 这个我没有必要去分析它 因为这个如果一会儿 我给大家看了里面内容 有可能泄露我们公司内部的 这个域的里面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这就不看了 然后SMB SMB也是这个文件共享 这个文件共享 这个访问的协议 那么里面也有部分是 明文的信息 然后这个我也不去关注 然后这个我重点关注的是 这个internet上会跑的协议 那么SMB啊什么这些 这些都不是在internet上会跑的协议 所以它们不可能通过这种协议 把这个公司的信息给传出去 那么NTP呢 NTP是这个这个网络时间协议 这个是这个基于这个协议 做攻击的呢 不是没有 但是这个情况会很少 而且数据包只有52个 这个行不成什么威胁 所以把它放弃 那么SNMP-TRAF 那么SNMP-TRAF呢 是由这个被监视的 由SNMP协议去监视的 这个目标对象 它主动的上报 给这个监视服务器 它的一些个设备状态信息 然后这个OSPF Hello OSPF这个是这个 这个一种动态路由协议了 大家搞网络的应该知道 那么如果说这个 你的OSPF这个环境里面 是设置了OSPF这个密码的话 就是OSPF它有一个这个域 它如果你设置了这个域的密码的话呢 那有可能通过OSPF这个包 把那个密码给抓出来 当然这些 因为它是路由协议 这个都不是我现在关注的 这个internet上会跑的这种协议 然后802.1 以及这个DHCP DHCP我们也不去关心的 因为它是用来获取IP地址的 还有DEC啊 像这种 这个FTP的control FTP control呢 就是发FTP的这个控制指令 那么这里面通常会包含这个 用户的这个登录账号和密码 而且FTP本身是明文协议 所以这个 其实也不应该是我去重点关注的内容 但是呢 有可能通过FTP把信息传出去 所以这个我要关注一下 先把它留了 GSM 那么这个协议我还真不熟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手机上的GSM那个协议 但是说这个协议我不太清楚 你在这个 现在应用协议有大量众多的应用协议 所以你不可能 任何一个人可能也没有办法了解 每一种这个通线协议 遇到一个你不清楚的 这个很正常 但是首先你要判断 它是不是会在internet上跑 然后会去传什么数据出去 传信息出去这种情况 所以我先不去关注它 这个SMT 然后Syslog Syslog就是一些这个系统日志的信息 那么也是明文的 这个先留着吧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readers readers呢 就是这个我们讲无线这一章的时候 已经是说过很多了 那么无线AP 它可以在这个WPA企业的这种 这个部署环境下 可以到后端找一个readers服务器 来进行身份认证 那么这个过程呢 也要传一些个身份认证的账号密码信息 但是如果说部署得当的这个readers 这个 这个关键看你怎么去部署 如果你部署得当的话 那么readers一般都会采用证书 进行流量加密 所以基本上你也看不见里面 加密的这个信息 而且它也不是我要关注的 这个internet的流量 然后DHCP 微粒不管了 然后MSNLB 就是微软的这个负载均衡协议 那么它通过这个网络负载均衡 来实现这个微软的一些群集 比如如果你做了个微软的这个 这个负载均衡群集的话 或者使用微软的这个ESA 来搭一个这个ESA的群集的话 ESA的这个群集的话 那么你会用到这个微软的这个 网络负载均衡群集 这个网络负载均衡这个协议 然后VRT呢 它是一个这个二层的 这个用来做这个 这个高可用的这么一个协议 然后IP分段 IP分段如果说少量的话 这个是正常的 就是当你传一个大包的时候 它必须在这个做这种这个IP分段 因为以太网这个包长度是受限制的 当你要传一个大包 一个大的这个数据包 要发出去的时候 那么必须进行分段 那么少量的IP分段 在一个网络里是正常情况 如果说大量的话 那么有可能是一种攻击行为 那么稍后我会给大家看一个IP分段 来实现这个网络攻击 然后避免IGS对内容进行检测的 这么一个抓包的实例 然后IMF IMF就是这个邮件 收邮件的这个一个协议了 然后走143 这个TCP143端口吧 那么这是明文协议 所以可以把它留着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人在 这个收发一些什么邮件 我甚至可以查看一下邮件的内容 然后这个IMF-S 那么这就是经过正书加密的这个IMF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放弃 这个正书加密 我没办法破解其中的内容 然后G723 这个也放弃 然后RTP 这个实时传输协议 这个一般也是用来传语音的 然后ARP的Request 所以里面FTP Date 这个是用这个FTP传数据的 就是通过FTP你下载这个数据 具体传的是什么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一会儿这个想办法把它给这个传的数据 传的文件 是传了个exe啊 还是传了个word啊 把它给还原出来 所以这个可以是我们关注一下的这个点 然后SNMP SNMP如果你在一个网络里面这个 这个做监控的话都会用到它 那么SNMP里面呢 这个我们目前主要使用的还是VR的版本 然后V3版本目前还没有这个大范围的去使用 就VR版本呢 里面这个Community 都是名文传输的 那么Community也就相当于SNMP的一个password 就是一个密码 如果你拿到它呢 就可以用这个密码去连这个目标设备 然后查看目标设备上的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 运行情况 另外这个如果SNMP这个Community还是这个可写的话 有可写的权限的话 那你就可以更改用SNMP去更改这个网络设备的这个配置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这个 我们做安全渗透测试的时候 在渗透到目标内网的时候 可以去关注这个东西 那么在之前的内容 我也给大家介绍过 如何做SNMP的这个扫描 相关的信息 目标目的都是来破解这个SNMP的这个Community 但是如果说你通过抓包 你就直接抓到它的Community 那就直接拿来就用了 就不用再去暴力破解 自点破解 不用那么费劲了 这个PVST呢 PVSTP 那么这是这个ProVLAN的这个生成数协议 在大部分的网络里都会有VLAN 然后这个每VLAN来做这个独立的生成数计算 这个二层的这个高可用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SNMP这个拼包的一个这种东西 我们就不去关注了 然后这个MSN的Messenger 那么这个是VLAN的这个调调工具 就是那个Messon的这个这个MSN 那么MSN呢 这个以前的MSN都是不太加密的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把里面的内容还原出来 最近几年我也没太用这个MSN了 不太清楚 但是大概在三年前吧 当时就已经有这个趋势是吧 MSN也开始加密流量内容跟QQ一样 那么QQ的内容就是目前是很难被解密的 这个它的加密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很难被这个秀探这种抓包真听 秀探给破解里面的内容 还是很困难 然后这个NetBIOS这个是走这个UDP的137、138这种端口的这种名称 这个一个机器 一个微软的机器连到这个网络里 它先要这个广播说我来了 我存在 然后它会通过这个NetBIOS这个名称广播 通知这个网络里说有我这么一个机器存在 所以这种东西不是我们关注的 机器一一也不管了 然后SMTP呢这是传输 邮件传输的这个协议 那么通常来说呢 这个邮件传输呢 使用SMTP的时候都是用来收发邮件 邮件服务器 发邮件 或者是邮件服务器收邮件 都会产生SMTP的这个流量 但是SMTP里呢 一般来说不会有这个账号密码 但是可以看 可以这个还原这个邮件的内容 所以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关注的点 然后SMTP目标不可达这个就不管了 有这个网络上有主机不通 这不是我们关心的事 然后HTTP的proxy 就是HTTP代理 有人在使用代理 代理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默认情况下 那也是不应加密的 8080端口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也还原出里面的内容 然后DNS DNS呢 其实我们可以不去管它 因为这个它只是用来做名声解析的 当然会有 后续章节我会给大家介绍到 就是通过DNS端口来进行 这个 这种恶意软件的这种隧道传输的 传输数据 通过DNS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这个 通常来说呢 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我先暂时把它 算了留着吧 然后这个DNS DNS是Oracle的这个 这个真听端口 就是1521 那么 说明这个网络里有Oracle数据库 有人在从一个客户端去连 这个Oracle数据库 那么这里面呢 有可能你查看到 它的SURL语句 然后它的这个连接 Oracle数据库的账号密码 这些有可能会被这个查看得到 然后SMP 这个不是我们关心的 然后这个HTPS 基本上我通常来说我都会放弃 因为这个解密太费劲 这个通常来说我都不去看的 即使里面有传出去什么东西的话 这个我没有办法 因为抓包分析的 它的这个缺陷就在于此 加密的内容 很困难 能把它还原出来 好吧 我们然后这个点诱键 把不想看的协议内容 都把它选中之后 然后点诱键 把相关的数据包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呢 然后这个 这个隐藏起来 可以的selected 这个package packages 把刚才选这些协议 这些协议是我没法分析 或者不想分析 没有必要分析的东西 我就先把它过滤掉 然后只显示那些个我有必要去分析一下的这个内容 这是我要做的其实是第一步 就是先通过协议来进行筛选 把没有必要的和这个没有价值的协议 先都把它给展选出来 然后隐藏掉 怎么这么弄呢 好 他现在在处理 每次处理这个包呢 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所以其实都是非常消耗这个计算机资源的 剩下的这些信息 这样就清晰了一些了 这个已经剩下的工作量我们觉得不是太大的 但其实还是很大 然后第二步要做的就是通过节点 节点这里面呢 其实重点我一般会关注这么几个事情 就是第一个先关注这个 这个组播地址 组播地址呢 就是从这个R4开始的往上的这些地址 我们这个IP地址 这个ABCD 这个IP地址分类 那么这个ABC类我们都是经常用的 然后这个D类呢 就是组播地址 就是R4开始往后的这些个地址 R4-R39之间的这些地址 那么就我们都是组播地址 所以这个如果遇到这种地址的话 可以直接把它给平立掉 也把它给比如说选中 然后这个给它这个选中之后 然后把它给隐藏起来 因为都没有必要去分析 但是剩下的其实还很多 这个IP地址 整个在剩下的数据包里面 还有这么多大量的IP地址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这个通过Summary 来了解一下当天抓到的这些数据包 然后它是这个什么时间开始抓的 然后这个整个这300兆的文件里面 是持续了才55秒55秒就抓了300兆 然后这个它的平均的对带宽的利用率啊 然后平均的这个速度啊等等这些信息 这个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然后这个继续往上 接下来这个协议这一块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来通过对单个协议来进行逐渐分析了 因为这是真实网络里的流量 有可能会分析出来一些涉及机密的内容 所以这个如果涉及到机密的话呢 我就会暂停下来 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吧 NFS这个 我们每分析一种协议呢 都可以通过这个右键点选 把它给slag出来 然后copy到一个新的窗口里面 copy到新的窗口里呢 就这边只有显示这一种协议相关的这个数据包了 然后因为NFS这个默认情况下 我这个抓包分析软件呢 对它没有一个这种NFS协议的一个应用层的 这种解包分析的这种功能 因为这个协议太多了 每一个抓包分析软件都不可能 对每一个协议都来进行详细的这个分析 我现在使用这个Omnipig呢 它也只对这个Web应用 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分析模块 其他的呢也只是做这种标准的协议的这个拆包解包 更不会有这种应用层的这个分析模块 那我最经常用的会是这个Expert 也就是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里面呢 我可以这个看这个 我现在这个筛选出来这个NFS相关的这个数据流量里面 它的这个流有多少个流 那么一个流呢 其实就是对应一个五元组 一个五元组其实也就是这个协议 然后这个原目的IP地址 原目的端口 这五个元素放在一起成为一个五元组 那么一个流就是对应一个五元组 然后这个对应的应用 它对应应用是这个NFS这个RPC 然后我们可以双击它 双击之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Payload这个页面 当然你也可以查看其中的其他的这些个 拆包分析软件 其他的视图 那么或者看它的这个网络绘画的过程 它怎么请求了 它怎么给它回报的 等等这样的信息 那么我重点会关注它的Payload 也就是这个包里面的内容 这样的话它就给它还原了 虽然我们看着这个通过 这个通过端口 这个拆包分析程序通过端口来判断 这个应用是一个NFS的程序 但实际上我们当打开 它这个包里面的内容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HTTT的应用 它在发HTTT的get的请求 然后这个host主机的IP地址端口 甚至里面有这个Cookie信息 那么甚至可以拿到这个Cookie信息 对它发起一个这个伪造的 这个身份认证请求 然后从而可能获得一定更多的权限 当然这个应用呢 它的这个Cookie信息 都是这个短时间内 就会被这个失效掉的 所以这个我现在给大家看呢 也不怕这个泄露出去 好 这就是就看到了这个包里面内容 它我们可以看到 它里面传了什么东西 传了什么指令 这些都可以看得见 好 就我回到这个刚才这个 这个主文件 刚才我选中的这些数据包呢 都会被这个标栏 这个标亮 标亮之后呢 这个因为这种协议我已经分析完了 然后就可以点选右键 把它给隐藏起来 嗨的这个slag 这样的话呢 一种协议我就分析完了 发现里头可能没有什么 我想找的这个 这个有价值的信息 然后接着看下一个 它就做一次筛选 所以每一次筛选都要花一定时间 所以这个分析的过程呢 是一个比较耗时耗经历的 耗时间的这么一个事 好 下面这个我们看这个 ftp control ftp control呢 同样也是slag的相关的包 然后把它给copy到一个 这个ftp control里面 通常就会有这个 账号和密码 所以下面呢 我先暂停一下 我先查看一下 看这里面有没有账号和密码 如果有的话 我会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把账号密码引掉 再给大家看 我现在先暂停一下 好 回来 这个这是我刚才抓下来的 这个不能给大家看 这是我刚才这个 就是我后面这个窗口 把它截屏 截下来的这一块 那么 这就是ftp的这个指令 那么首先它是 可以知道 这个服务器是个所有用 然后v11.2的这个服务器 然后user是什么 这块我给 这个藏掉了 这已经显示出来了 其实 然后password是什么 这也就看见了 然后而且呢 可以看到 它已经这个登录上去了 然后登录上去之后 发这个pwd 查看当节目录 当当这个后续的这些操作 好 这个 我再暂停一下 把刚才那个窗口关掉 一年大家看到 这个我的账号密码 把这个窗口关掉之后呢 然后我把这个ftp control 这块的这个筛选出来的包 这个窗口先把它关掉 然后呢 回到这个主窗口 这个主的这个抓包文件 然后ftp control 这块的这个协议 我也给它这个 分析完了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给隐藏起来了 所以就这样逐个逐个 协议的去进行这种分析 今天我的机器也很奇怪 总是个感觉很慢的样子 好 就是这样这个逐个逐个协议 POP3呢 这里面基本上也肯定是有这个账号和密码 所以这个也可以去看 然后这个MF里面 基本上也会肯定有账号密码 然后ftp data 这就是通过ftp 这个人他到底下载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数据包拷费出来 然后还是到这个 这个专家系统里面来查看 我们可以点右键 然后这个 不是 就双击它 双击它这样就可以查看到 这个它下载的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个就是它下载的这个文件的具体的内容 然后RIFF这个文件头 这个我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它到底是什么格式的这个文件了 不过其实没有关系 这是这个ftp下载的这个数据的内容 这就是数据的具体内容 那么 把这些个内容把它还原出来 保存成一个文件 那么自然就可以知道这个文件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点右键 然后把这个 因为这是客户端向服务器发起请求 然后服务器给它返回的这个数据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点右键然后选保存这个save server data 把这个服务器发给我的这个文件 把它保存成一个 发给我的这些内容呢 给它保存成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随便起名 这个起个s.tst 但是这个扩展名更不决定这个文件它的这个文件格式 决定文件格式的是这个文件头的这个最前面的那个字节 然后我现在保存把它保存到我的地盘下 虽然扩展名叫这个tst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剩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抓起来的这个文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格式的 然后我们可以cp然后media sf下的这个s.txt 到我当前目录下来 把它拷贝进linux以后呢 linux有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办法 就是用fuel命令来查看一下s.txt 然后它会告诉我这是一个这个RIFF 然后数据文件 它是一个声音文件 我们找一个这个语音播放软件 可以来播放一下它 我在这里就不播了 有可能也涉及到一些的这个机密的这个语音信息 所以我就因为我们公司的应用是有基于语音去做这个语音识别的东西的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播了 所以通过这个方法呢我们就还原出一个声音文件 你找一个这个可以支持这种声音文件的这个播放器 就可以把声音直接播出来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主的这个窗口界面 然后再点选右键把现在已经分析完了这个ftp data 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也把它给隐藏掉 然后剩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分析的任务会一点点减少 要分析的东西越来越少 最后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都分析完成了 而这只是说基于一些个这个基本内容的这种分析 当然如果说你发现这个ftp传的是一个什么执行文件 那么进一步你就需要判断这个执行文件 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执行文件 它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那么再这个我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因为如果我们再去分析这个执行程序的话 这个就涉及到二进制逆向工程 这个我们就把话题扯得太远了 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当前的话题集中在目前这个抓包分析上面 我们只把这个东西还原出来 具体这个后续如何分析 那还有更多更多的工作要做 所以抓包分析只是这个可能很多工作的 这个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分析完了之后还有后续要大量的工作在等着我们 所以安全其实真的是很复杂 它无穷无尽 然后几乎没有止境 你想挖到多深 你就你能想象到多深 就你就可以去做多深 但是当然是这个也需要考验你的能力 你具不具备这个逆向的相关的能力 然后下一个协议 POP3我们就不看了 这里面可能有密码的 然后这个SNMP 这里面可能有这个community 也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MSN的messenger 我们这个看一下 看一下吧 这虽然显示是MSN的messenger 但有可能这个抓包分析程序 只是通过端口来进行判断 它里面并不一定是真的MSN的messenger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看不懂 所以看不懂我就先追过 先把那些能看懂 然后相关的内容先看 然后我们可以按这个bit排序一下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流量大的 先这个分析任务重的 先找出来 然后先给它分析 那么这是客户关法的 是这种颜色 然后这服务器返回 都是这种颜色的数据 反正现在看起来呢 这些内容我们都没有办法 直接去识别出来 但是这种数据包呢 其实你可以通过刚才那种方法 把服务器返回的信息都保存下来 然后再通过其他的工具 尝试利用说这个 这是不是真的MSN的流量 然后尝试把这个内容给它还原出来 这是可以做的 那么在这我就不给大家做 那么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演示了 我们先去关注这个流量和协议 这都是这个肉眼是看不懂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这块协议我们也分析完了 然后再点邮件把它再给隐藏拍了起来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我的这个本儿虽然比较老 但是我的CPU也是这个几年前的i7 然后这个处理性能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这个而且我现在用的这个硬盘呢 也是512的这个SSD 全固态硬盘 没有任何机械硬盘 所以按说我这个本儿的这个性能其实是蛮不错的 但是在做这种哪怕只有300兆的这么一个小文件的 抓包分析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并不是 并没有会显示多么的流畅 多么的快速 这是一个很耗时的一个事 SNMP 这个SMTP 这个HTTP Proxy 就是基本上和HTTP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DNS 我们要确认一下 这个其实 你是不是要分析这种协议 这就跟你的这个 这个安全知识和这个公理是有关系的 如果一般人觉得说DNS 这个就是解析名称的 这个没有任何可分析的价值 其实你就错了 其实是有通过DNS的端口 来进行这个 对于软件传输的这种这个攻击方式的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轻易的去那么相信 然后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这个专家系统 无论是从流啊 还是这个 这个客户端服务器 这个角度 我们从流吧 都可以双击打开它 然后查看它里面的这个Payload 然后确定它的确是一个在查看育名的这么一个这个动作 而不是通过它来做这个恶意软件传输的这种隧道的 好 这块也分析完了之后呢 那就把它也这个Hide隐藏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要做的工作任务就越来越少了 这个还是要筛选筛选 每次筛选都要等一下 很烦人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几个下面这几个有可能造成信息泄露的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这个数据库的当然就更不能给大家看了 然后我都把它给选中 然后隐藏17000多个数据包 全都隐藏起来 其实我要说一下 就是所有这些操作 你用WareShark也完全都可以做 那么抓包分析软件其实大同小异 没有什么这个就本质性的这种区别 只是这个界面它的应用性和使用体验上这种便捷性的一个选择 我选择了这个分析软件 WareShark我刚才做的这些操作在WareShark里完全都可以做 然后剩下这个TCP、HTTP和UDP 然后我们可以把UDP的筛选出来 基本上在这个企业网络里看见UDP的协议 可能大量都是2Q的这个2Q的流量 大家可以看见它的这个圆端口8000 就是典型的这个QQ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这个端口 UDP的8000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也看不到里面的具体内容 然后QQ也都做了加密了 所以很难破解 都是这种东西 这个看不懂里面的具体什么内容 所以基本上可以直接越过 也是把它再隐藏掉 其实这个工具我在之前的课程内容里是给大家介绍过的 只是说可能没有这个这种工作的思路 如何去进行筛选 如何进行排查 没有这种思路的介绍 所以今天呢 重点给大家补上这一块的这个内容 然后下面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HTTP的摘出来 HTTP的摘出来 然后这个copy到一个新的创造里面去 HTTP的呢 这个抓包分析软件 它专门有这么一个模块 就专门针对外部应用的这种 这个应用层的一些个协议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软件 它自身的这个功能 来完成一些个与众不同的这种 这个任务的分析 其实这种这个分析功能呢 在WearShark里也有 所以他们俩其实没有什么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使用界面上的一个不同 然后我的使用习惯呢 可能比较适应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server 从server这个角度呢 就是看哪些服务器 以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来进行 这个角度来查看 或者从这个客户端的这个IP地址的角度 来进行查看 或者直接看到底都请求了哪些页面 请求了哪些 发了哪些请求 比如说get了什么 还是post了什么东西 那么都可以通过 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查看 那么点击相应的内容呢 其实在下面这个视图 视窗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你这个查询请求post 然后这个请求返回了什么内容 这个是一个XML文件 然后包括如果有图片的话 在这里也可以我们把图片直接还原看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网页上出现的一个图片 因为我们抓包了 然后这个数据包里的内容被还原出来之后 就是图片本身 这里也有一些个这个程序里面的一些个XML调用的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GickLarry的一些的 我们再往下看 内容很多 这还只是一个小文件 只有300兆 你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你要分析2T的话 基本上你要逐个去看 你判断它到底说访问了什么网站 然后下载了什么东西 那么稍微节省工作时间的有个方式 你可以通过这个content type 就是内容类型 通过内容类型 可以把你要找的这个内容类型 快速的把它给筛选出来 比如说像这个天际 这肯定就是它请求一个图片 这些图片 但是图片可能不是我重点关注的东西 我们找一个说明问题的 甚至这个访问的这个页面的这个完整页面都可以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里 当然这个由于缺少一些个这个页面的CSS等等东西 这个页面看起来没那么好看 但是内容都在这 都可以这个还原出来 有些也可以把这个页面完整的 以比较美观的这种方式 有这个CSS的这种方式去把它给 这个原本的样子给它显示出来 我要给大家找一个是 像这种FLV的呢 这就是一个视频文件 我们可以这个通过点右键 然后把这个视频文件把它给C5K露的 就直接把这视频文件从抓包里头给保存出来 放到桌面上 然后 这没有密码 吓了我一跳 然后这是一个这个FLV文件 这就是现在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视频网站都会采用的一个这个这个文件格式 然后我们双击它 如果这是一段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播放 看来这个FLV呢 它里面不是一个视频文件 好像它去调用了别的东西 然后我们是不是保存 我们先不去管吧 然后这也是一个视频文件 我们另外还可以通过对视频文件的大小判断 这到底是一个这个多么大的一个视频 比如说这个 下面这个吧 这个更大一点 也是在FLV 我们把这个一点FLV也把它保存下来放到桌面 然后打开 然后打开 里面都没有视频嘛 我们通过这样给它open 打开 浏览 桌面 1.FLV 嗯 它会去又去下载另外一个FLV 算了 我们先不看这个 我们找另外一个东西给大家看吧 嗯 做这个分析的话 就是这样 你就得逐个去看 这里面 像这种content type里面 这种这个 这种类型的 那么都是这个 XML 然后我们可以把XML不太关心的 可以把它快速过滤过去 找其他类型的 还是XML 文本 像这是在访问360网站 像这个基本上就都是一些网页里会调用的东西 JavaScript这个客户端的这种脚本 这都是JavaScript 那么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每个JavaScript的内容拿出来 看一下JavaScript是什么写的 然后这就是HTML了 这是HTML当中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里有相应的表单 然后有它的看起来还有上传文件的地方 那么你就可以再进一步去查看 它到底是访问的哪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对应的 是不是这个上传的位置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或者是通过简单的方法就可以突破进去的 这些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你分析的线索 像这种地方 这都是页面里的内容 我们不确定这个应用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现在的这个页面显示乱码 但其实你可以把它给这个 这个 这个Payload把它sale 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之后 然后再用一些个网页编辑或者浏览器 把它打开 因为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个秘密 所以我就不再看里面内容了 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用法 这里面没有应用程序吗 我想给大家找一个说我们通过这个网络 通过web去下载文件的这种 然后直接把这个应用程序给它还原出来 还是用 像这种 这个就是这个文件的这个MAM类型 MAM类型的话呢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快速的通过MAM类型来判断这个文件 它到底请求的是个什么合适的东西 那么这儿有一个MP3 你可以点击把这个MP3保存下来 保存不下来 可能是缺少这个数据包不完整 有可能这个绘画的这个数据包不完整 所以这个文件保存不下来 然后这个application 这也是一个二年制的一个流 所以这个这都是这个应该是一些可执行程序 都可以尝试把它给内容保存下来 这是来自i7E的一个一个什么东西 下面这是图片 我想找一个可以下载的这个 因为我没有提前准备 我也不确定这里面到底都有什么东西 我先暂停一下 等我找到了 然后咱们再这个回来继续 算了 我们回来 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在这个招包分析过程中呢 也是方法也是在不断的去思考 琢磨去尝试去想出来的 所以虽然这个 这个理论上摆在这儿 就可以用这样去做 但是还是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去 这个实践 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进行一下查找 比如说我担心在这个网络里 有人这个传输了一些个 比如说这个 word文档出去 或者ese执行程序出去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 在这个package 就是这个 这个抓包的这个视图里面 我们可以来直接进行一个查找 比如说这个.dlc 当然前提是 您得先选中这个ask data 就是包里面的这个ask编码的这个字符 ask字符 ask字符里如果包含有这个.dlc的话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这个传 dlc文档出去 或者这个xrs 就excel的这个文档 就是我们先查找doc 找到一个 那么这还是一个http的这个绘画 这个过程肯定有doc文件在网络里传输 有可能啊 那么先通过这个select相关的包 然后把这一个流 把这个流里的这个包给择出来 看这个流里面 是不是传输了一个doc文件 我们还是 我直接看web吧 web里面有是吧 那我们看这个expert 专家系统 看来这是一段这个代码 里面并没有这个doc文件 好吧 我们可以继续找 查找下一个 这又有doc了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 我们再筛选出来 然后这个by流 byflow 看来也不是 也说44个包 跟刚才那可能一样 看来也不是 还是刚才那个东西 那么换一个sow的 每次sow的时候呢 都要把这个包回到最上面 从第一个包开始sow 以免有遗漏的 然后点se吧 这个也有点可疑 不太像 不管了 我们先筛选一下 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 这个到底目标是一个什么 什么情况 所以我们只能是挨个去看 然后挨个去尝试 最后 把该尝试的都尝试了 觉得没有问题的 把它隐藏掉 最后剩下的就都是有问题的 好 我现在看 这看来是有一个exe吧 我猜测 看来也是哪个字符里面 带了点exe这几个字符 我们通过这个export来看一下 看来是这些代码里 这有什么exe 什么就是代码里面存在的东西 就还得找 150包 这个稍微大一点 我们把它摘出来看一下 这也不是 再看下一个 这都不是 我再暂停一下 等我找到了 再给大家回来看 回来吧 这个算了 我不找了 大概在这一分钟的时间里 并没有这个doc 这个xml文件 以及exe等等 这些程序在网络里进行传输 因为毕竟这个时间太短了 只有50秒 50多秒的这个时间段 所以也有可能说抓不到一个完整的这个通信的绘画过程 有可能传一个文件 传了这个五分钟 那么我们这 这个不到一分钟的这个抓包这个时间里面 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段 有可能也这个找到也还原不出来完整的这个文件 肯定还原不出来 但是这个方法就是这样 这个比如说 我就举例来说 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家发现这个过程中 它get的一个请求 然后get的呢 是一个这个 比如说一个ese程序 或者是一个这个doc文档 然后你完全可以点右键 把它给直接这个save揭露的出来 就是那个mp3啊 这个mp3肯定是不完整的 所以没办法保存出来 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给保存下来 然后用你的这个音乐播放器去播一下 看它在听什么歌 在干什么事情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思路 这个把该筛选 该这个摘的 都把它摘出来了 摘完之后呢 剩下的 那么就是 那么这个 如果没有发现问题 那么所有的都摘完了 那么这个包 我们就分析完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下一个包的分析了 那么这是一个包 就是头四天呢 我都在对一个一个包来进行 这个就是抽查 每隔几个包 然后抽一个包 然后看一看 最后呢 从这些抽查的数据包里面 利用了 花了四天的时间 才定位到了两个IP地址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 我就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脚本 然后利用一个这个筛选 然后把前四天抓到的数据包 都进行了一个一次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过滤 然后把我关注的那个目标 好我先暂停一下 我先找一下我的脚本放在哪里 好我们回来 我现在准备好了一个脚本 然后利用这个脚本呢 可以对这些抓到的这些数据包呢 进行一个批量的筛选 然后冲冲筛选两个IP地址出来 筛选出这两个IP地址 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数据包里面的这个流量 我把它给统一摘出来 好那么这个目录呢 是在我的这个主机的目录里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这个主机的目录里 去做这个操作了 这个物理物理主机的这个目录 然后tap 然后geedit 这个se.sh 我先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脚本的内容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先创建两个目录 创建一个x 创建一个h目录 然后呢 创建生成一个变量 a等于这个ls 就在当前目录 因为这个脚本和我的所有的抓包文件 放在一个目录里 所以我就直接ls 然后graphle-v 这个这个符号d 这表示是把这个所有的目录 先都这个 剔除掉 不显示出来 然后再这个 把这个脚本本身这个程序 这个文件也剔除掉 然后剩下的 对它做awk 然后这个提取第九列的这个信息内容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当前目录的文件名 给它显示出来 其实完全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一段把它copy一下 然后 我先把它关掉 这样这个把这一段代码呢 放在这这么执行一下 执行的这个 我们看哪里有问题 差一个这个符号 差一个引号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一步操作的目的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抓包文件的文件名 给它摘出来 摘出文件名的目的呢 是这个进行下面的循环 然后for这个b in$a 再这个把就是 双成一个b的这个变量 然后b的变量呢 循环取值 每次在$a这一个 这个所有的文件名里 每次取一个文件名出来 然后付给b这个变量 付给每次取出来一个 然后付给b变量之后呢 度下面这些操作 度什么呢 度tcp dump gum.r.b.主机这个IP地址 这个就是gum.r.不把它解析成主机名 然后只是查IP地址 然后这个gum.r.就是读 读这个doller.b.文件名 对应的那个抓包文件 那么tcp dump读这个抓包文件 然后做一个这个筛选 这跟我们的那个 Wireshark的抓包筛选器的 这个语法是一样的 我host这个IP地址的 我只查这个IP地址里面的 这个所有这个数据包里面 这个IP地址的所有的流量 我只把它给摘出来 然后呢摘出来之后呢 我把它写到另外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刷包cap文件里面 文件名呢还叫这个$B 然后接下来呢 我来判断一下这个 新刷出来的这个 这个IP地址的这个所有的流量 生成的这个cap文件 然后对这个cap文件呢 查看一下这cap文件的大小 这一段就是查看它大小 如果大小等于24的话 那么其实就说明这个cap文件里头 没有数据包 只要有一个数据包 它的大小可能大于24个字节 这就是空数据包 空的这个cap发包文件 就是一个24字节 对如果等于24字节 就说明这是空的 空的我就不用看了 没必要看 然后呢我就这个rm这个cap 因为当前这个原本的那个文件名里呢 没有点cap结尾了 所以这个如果找到这个cap是这个24字节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cap删掉了 然后否则如果它不是这个cap的 不是24字节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给目到这个x这个目录里面 这个x呢就是我刚才创建的目录 也就是把这个ip的所有的流量都放到x目录里头去 然后这个if判断就结束了 然后呢下面再对另外一个ip也来做同样的操作 然后把它的相关的数据包摘出来之后 放到h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当这个脚本就结束了 很简单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执行这个脚本 它会逐个去读取这个发包文件 因为现在我是通过这个我的cari虚拟机去挂载这个物理主机上的这么一个等于是网络路径 所以这个执行起来的效率啊 受这个网络挂载这个协议的限制 所以它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如果说我把整个这个cap目录全都拷贝到我的cari虚拟机里头来 那么在本机运行 等于在本机运行的话 那么这个效率会非常快 几乎是一秒钟会处理一个文件 处理一个这个300兆的抓包文件 所以效率非常高 但是当然前提我是得先把所有的cap给6.7个G的东西 全都拷贝到我的这个cari虚拟机里头来 那么如果不拷贝进来 用这种网络挂载的方式呢 效率有损失 你处理一个文件大概会需要个20秒到30秒左右的时间吧 这个我为什么会说它是这个网络挂载协议造成的这种性能损失呢 因为如果说我把它拷贝进来在虚拟机里头本身来运行的话 是因为我的是这个固态硬盘 所以这个是一秒钟就可以处理掉一个 所以一定是这个网络挂载协议所造成的这个问题 并不是本级硬盘性能达不到影响 把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也只有二十几个文件 马上都可以被它处理完 大概等着一分多钟的时间吧 好 这边先让它处理吧 然后这个回来这个主机这边 我给大家看两个这个 刚才看到的这个七八个G的这个六七个G的这个流量呢 都是属于正常的网络里的流量 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威胁的这个信息在里面 所以即使你分析了一天两天下来可能是一无所获 那么下面呢我抓两个这个这个有问题的 直接有问题的数据包 很小的两个数据包 这个两个账包文件 这个利用这两个账包文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如何分析这里面的这个安全问题 首先第一个AVA.PCAP 看到这个AVA大家应该就能反映出来这里面有病毒 好 这个病毒它也是个病毒文件 它也要通过网络传输到我的网络里头来 好 这是打开这个AVA.PCAP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看到的这里面有这个SMP 其实这些是我们不太关心的 但是呢这个我刚才是 刚才筛选那个300兆的这个文件的时候 是直接把像这种这个NetBIOS名称的这种都给直接给这个剔除掉了 但是如果在这个局域网内部这个抓到发现这种流量的话 大家不要轻易的把它给这个筛选过滤掉 因为NetBIOS呢有可能是有些病毒到了局域网里面 感染了一台机器之后 它会通过NetBIOS名称去找这个局域网里面其他的机器 然后再通过这个NetBIOS去在局域网里面进行传播 这个很多这个Windows平台的这个病毒几乎都会这么做 对感染一台之后 它就会在局域网里头扫别的机器 然后通过NetBIOS名称找别人找到之后 然后就往别人的这个机器上传 然后用一些简单的密码去扩解对方的这个账号 如果扩解成功了 然后直接还是这个这个网络文件共享 就把文件传过去 然后在目标机器上接着传 这病毒都是有这种扩散的这个特性 那么我们就不看那么多那么深了 就我给大家去看一些个这个基本的东西了 这个包首先 像那个8.8.8这个谷歌的DNS服务器查了一些个这个域名 它查的域名呢 一看这个域名就很可疑 这个域名叫什么PUSKOY什么什么烂七八糟的一串 这个顶级域名本身就这个很怪异 所以看到这种域名的时候 看到这个流量的时候 我们作为这个网络安全人员就需要去警惕了 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域名呢 通常会有这个木马啊或者病毒啊 会通过一些奇怪的域名去下载他们 download他们的这个病毒体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这个接着往下看这些账包 这个抓包当然这个抓包文件当然很小 那么它的得来呢 也完全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这些个 这个筛选不断的筛选 一个一个的筛选 最后把它这个有问题的包 把它都给筛选出来 得到的现在的大家看到的这个文件 那么先进行域名解析 解析完之后 然后开始这个三次握手 SIN ACT-SIN 然后这个在ACT 三次握手完成之后 然后就开始HTTP的一个GET请求 GET了一个ESE ESE程序 这就很引起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 那它为什么要去GET这个ESE呢 那么这个ESE它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 而且这文件名又很引人怀疑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 把这一个flow把它给摘选出来 这一共多少个包 一共有一千多个 我们摘选其中的这个 摘选其中的这个 push.exe相关的这些个包 我们就要这一个流把它摘出来 OK 到一个新的窗口 这个新的窗口里 这些所有的数据包里 就包含了这个push.exe 这个push.k 这还不是push 这个文件名总之就很奇怪 很值得怀疑 把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ESE呢 它就是通过这些个包 传进来的 但是它现在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包 即使这个招包文件存在 放在我的机器上 我的本机的这个杀毒软件 也不会去杀它 因为它都是单个的这个包 存在这个文件里 它并不是一个可执行的程序 所以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它给还原出来 如果web这块还还原不出来 那只有通过这个专家系统吧 通过专家系统 我们双击它 打开 打开它的payload 可以看到它是去这个主机上 盖开了一个这个执行程序 然后服务器响应的内容是这些 这个http头我们就不关心了 我们重点关心的是 从它的这个 这个具体的文件内容 文件内容MZ 其实大家这个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 这个文件格式 或者了解一点点 这个二进制的话 就可以知道 这MZ就是微软的 这个执行程序的 这个包头 这个文件头 微软的这个压缩格式的 这个执行程序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个 可能会有点 这个 这就是一个病毒 这个病毒呢 它的 有可能会有一些个 明文的信息 通过这个明文信息 我们可以猜测这个病毒 它大概是想去干什么 然后就是什么 Is the process feature present 通过这个 通过这句话 我们可以猜测 这个病毒可能会去判断 说某一个进程 是否在当前的 这个进程列表里面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去调用 什么这种 Kernel32.DIL 这种系统的这个库文件 这就涉及到这个 逆向和这个二丁制的分析了 病毒分析的这个过程 然后这个 Conbox 凡是这个可读的内容 我们都可以先去关注一下 从中可以这个 大概这个初步判断一下 这个病毒的这个行为方向 大部分还是我们都看不懂的 因为是二丁制的东西 所以就 基本上都是看不懂的东西 我们播完后看了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这客户端 这个get这一块的内容 把它给隐藏掉 隐藏掉之后呢 然后就剩下只是服务器端 这个返回给我们的内容了 服务器返回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出来 Save Server Data 然后保存出来 保存成一个 放到桌面的一个文件 这个 放到地盘吧 放到地盘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随便起名 叫A 这个扩展名都无所谓了 其实加不加扩展名都行 我们就叫A 没有扩展名 就是服务器这个返回给我们的内容 然后这个 D 它还是给加了个扩展名 加这个加 然后A.txt 这就是这个刚才抓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抓到这个东西 有点问题 就是它包含了一个http头 包含了这么一个http的这个头的这个信息在里面 所以这个http头呢 破坏了这个执行程序 它的一个这个文件格式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个这个这个二进制这种这个编辑器 然后把前面头部给它可以给它删除掉 让它保存 这样保存一下 但是我们通过文本文件这么去编辑的话 这个肯定会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360来插插一下 没发现问题 那么因为我们刚才用的是文本编辑器去编辑的 这个就已经 其实已经破坏了它的这个二进制的执行程序的格式 所以这样保存是 这样修改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使用一些个这个 这个二进制的那种编辑器去对它进行修改 或者呢 或者可以我们在这保存这个文件内容的时候 就把这个http头的部分给它干掉 干掉只保存这个后面这个MZ打头的这个文件体的部分 干掉的方法呢 可以有很多种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种 就是先来到包这个视图里面 这都是发http的请求 get它 然后给它响应 然后200OK 然后ACK确认 那么基本上到这个位置吧 前面这些包就是完成这个http头的传输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给它隐藏掉 隐藏掉之后剩下的这些个这个数据的内容 应该就是这个这个执行程序 它的这个传输的执行程序的这部分内容 好拿到这部分内容之后呢 我们再来这个专家系统expert里面 双击打开它 你看看见了吧 MZ打头 前面没有那些烂七八糟的 没有用的东西了 然后save server data 我们还是保存上A吧 好保存 我刚把它保存到地盘上 杀毒软件就发现了 说这是一个木码 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 这个可执行程序的这个格式 它是这个MZ打头 是一个微软的执行程序 Windows执行程序 那么这个执行程序呢 它是一个可执行的 而且是一个恶意程序 是一个木码程序 如果在你的机器里 被这个双击运行了的话 那么你的机器就中不满了 具体对这个文件的 这个逆向的分析 那么这就不是我们课程内容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但是呢 通过这个还原 大家已经可以掌握方法了 就是我如何把这个病毒体 给它还原出来 一还原出来 因为它是执行程序 又是病毒 所以就被杀毒软件 直接给杀掉了 我们都不用对它 再做什么进一步的判断了 直接可以确认 它是一个病毒 当然这个包后面的东西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还有一千多个包 不那么详细的去说了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这是属于算是应用层 内容里面含有这个病毒 而内容里面含有病毒 进行的这种传输 我们通过抓包 可以发现其中的异常 然后把它还原出来 进行检查 发现的确是病毒 可以确认有病毒在传 那么另外呢 像一些网络层的这种攻击的话呢 比如说像那种IP分段 有很多的这个黑客攻击的时候呢 那么它传一个完整的这个包 传出过来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触发一些个 这个入侵检测系统 那么入侵检测系统会判断说你 如果它的一个攻击载荷 在一个完整的数据包里面 那么这个入侵检测系统会通过各种特征判断 就判断说你这个包里头含有这个攻击的特征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访问 这个请求就给评理 干掉了 所以那个通常在这个网络攻击里呢 有些这个这个诡异的黑客 那么他们会想一些方法 就是把一个不把一个这个完整的攻击载荷 放到一个数据包里面 把它拆成多个数据包 然后进行这种IT分段 这种分段式的攻击 然后每一个数据包里面 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攻击的载荷 那么IBS系统是没有办法通过判断一个数据包来 判断说这是一个攻击行为 IBS系统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呢 这个攻击者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把攻击载荷拆成多个包 但是这个多个包呢 在目标系统它要进行还原 还原之后呢 还要让目标系统认为它是一个包 所以它就会做这种这个IP分段拆包 而这种IP分段的话呢 在这个抓包分析软件里一般都会发现这个事情 因为发现这个事情很简单 就是因为凡是被拆了包的这种 被分断了的这种数据包 那么它的IPID都是相同的 我们在抓包分析的时候 这就到网络层了 我刚才举了一个这个应用层的例子 在网络层里面一般是传输一个数据包 那么这一个数据包呢会有一个IPID 在它的IP头里面会有一个ID 这个identifier identifier这个IPID 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就是默认请问下 如果你不发生这个IP分段的话 那么它是每个包唯一的一个ID 不会重复 在进行这个接收短 数据包的接收短 它接收到这个数据包之后呢 就根据这IPID进行顺序的把这个数据包进行重组还原 这样的话你发送短 发送的即使是个很大的程序 然后进行了这个分包传输 传输之后到接收短 它也可以按这ID的顺序 一个一个把包再重新组合起来 完整的文件还可以还原出来 拿到原始的文件 而这种IP分段呢 IP分段的这个攻击 它就会是把一个包拆成两个部分进行传输 传输呢 但是它的IPID是不变的 在接收短把两个IPID相同的包 会进行重新组合 重新组合之后形成一个大包 这个大包里面可能就有完整的攻击载荷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绕过IDS的一些个检测 另外呢 这个大量的这个IP拆包呢 对网络层也是一个性能的损耗 所以就也是有一种这个网络的这种 这个攻击的方式也会去采用它 所以通过看IPID我们就很清楚了 这两个IP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包 然后被IP分段了 就是IP的上层是一个大包传下来的 传给IP层的时候 IP发现说你这个包太大了 我必须在IP层给它拆包 所以就给了两个相同的IPID 然后像那个71也是72 这好几个包都是同一个72 然后这是73 然后75 79 80 81 这些都有这个同一个ID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当你发现你抓到的数据包里面 有大量的这种IP分段的时候 你就要警惕了 有可能有人在琢磨你 在搞你 当然这种事情呢 如果说你对这个IP包头结构 对协议 对TCP IP协议 没有那么了解的话 那么即使这个东西摆在你面前 你也不知道 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还是一再在强调 抓包分析是一个非常考验功利 非常考验功利的这么一个事情 你对协议的了解越深刻 你能发现的问题就越多 所以这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可投机取巧的地方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刚开始进行抓包的时候 分析不出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不要气馁 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神仙 不可能说一天就学会了别人一年 或者十年才总结下来的所有的经验 我现在举的这两个例子呢 也只是其中比较简单粗浅比较基础的 算是一个抛砖引玉 给大家指引一个方向 至于具体要如何提高你们的这些能力 那么我建议大家去看书 去看真正的书 而不是那些个操作手册式的所谓的书 现在这个我们市面上有大量的 这个书店里卖的大量的这个所谓的书 其实都是我只能称之为叫做操作手册 就是告诉你 敲什么命令回车 敲什么再敲什么命令再回车 或者点击鼠标点哪里 点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那种东西叫做操作手册 它不叫做书 书是用来传播知识 传播这个 真是传播技能 传播知识的这种东西 所以大家我建议大家去看书 通过书里面你是可以学到知识的 而不是那种操作手册 那么看什么书呢 这个我先再次暂停一下 我这个下午准备了一张图片给大家看 这张图片将可以这个算是给大家的一个书里面 比较经典的一本书 给大家一个推荐吧 好大家稍等我马上回来 好我们回来 这张图片呢是我下午在 在办公室 我的办公桌上拍到 这本书是我两三年前就买下的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是这个 Wealth 官方的这个教材 目前已经是第二版了 那么 因为这本书有将近 一千页的这么一个厚度 所以其实这本书我并没有这个 虽然买了两三年的时间 我并没有完整的把它从头到尾读过 更多的时候呢 是把它作为一个 最近闲着没事的时候 会去读其中的一些个章节 因为这个抓包分析软件呢 我也用的时间比较久了 所以它基本功能我也都清楚 所以这本书呢 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必要去 从头到尾的把它读完 但是这本书却是每一个搞这个 抓包分析 做协议分析 或者你对安全感兴趣 想做抓包相关的这些工作的 那么 你都必须要拥有的一本书 即使你不去看的 那么它也值得你去拥有的这么一本书 它都是那种圣经宝典 在这个Wealth 做协议分析这个领域里面 它就是圣经 所以把这本书呢 算是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在国内好像是没有卖的 或者是只能在国内下单 然后也需要到国外去采购 那么这本书呢 我是在这个也是等了一个多月 才从国外游过来 我建议大家去看这种类型的书 从中去提高你的这个真正的技能 现在那种快餐式的操作手册 是很容易上手 这个 但是你今天上了手 一年之后 你仍然是刚刚上手的这个水平和能力 没有任何提高 好 这边这个我们把刚才那两个这个有问题的攻击的还有病毒的这两个包 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那么看完之后呢 我们回来这个cali里面看看我们刚才处理的这个7个G左右的这个流量 它已经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cd到这个h这个目录下 然后看一下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说明这50秒当中 没有那个ip地址 产生任何流量 然后再cdx目录 看看这个x目录里头有没有 x目录里也没有 h不对 我们再重新到h里看一下 刚才那个ls是大写 哦有 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h这个目录下 也就是这个 我们筛选的第一个ip地址 对应这个 在这50多秒里面 是有流量产生的 那么这个流量产生之后呢 这个经过我们筛选 这个虽然有20多个这个招包文件 但是经过筛选之后 发现只有这几个包里面 是有那个ip地址对应的流量 所以 我们就可以把剩下这些个筛选出来的这个包文件 把它 我们可以先ls-lh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些个每一个抓包文件里面存有这个我们要筛选的那个ip地址的这个数据量是不一样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个像这个包里面只有4.1k的这些个内容 然后这个900多k 最大的一个有11k 说明这50多秒当中 这个ip地址呢 我们筛选的那个ip地址 我们看看存在h里面的是这个ip地址 说明这50多秒里面 这个91.156这个ip地址是产生了还不少流量 50多秒产生了这11兆10兆20或好几十兆的流量 说明它在可能在下载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下面可以做一个操作 就是把这些个抓下来的多个数据包 这些多个数据包里面呢 是有这个目标ip地址的流量的 这些个包我们把它合并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单个去看每一个这个抓包文件 它可能这个包文 这个抓包文件里面是含有这个3秒 它的流量 然后这个里面可能只含有5秒 这里面可能含有10秒 这里面可能含有这个7秒 这里面含有这个20秒 它的流量 这样的话我们单个去分析呢 太过这个零碎 效率非常低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给做一个这个合并 把这些个 反正这些个包都是关于这个ip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合并 合并呢 这个合并之后生成一个这个目标文件 目标文件就是叫-h 然后我们合并哪些东西呢 所有的 这里面所有的包都是关于那个ip的 所以我们把它合并一下 合并出来就是这个ip在这50多秒的时间里面 的所有的流量 好 合并完了之后生成了一个h.cap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拿到这个h.cap来进行这个分析了 当然实际环境中我们可能会挑这个 一天的关于这个ip所有的流量 我都把它拆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合并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分析一个文件 就可以找到这个ip在这一天里所有的流量 好我们到cap里面h里面这个h.cap 我把他名字再改一下 我把它名字再改一下 改成这个p.cap p.cap的话呢 拆开之后呢 然后对他进行一个格式转换 因为这个omnipeak兼容的文件格式 没有vrshark那么多 好我们把它save as 然后保存成pcp.com的格式 我们随便起名吧 123嘛 好 这样的话 tcp.com的这个标准格式 是所有的drobble软件都可以打开的 好了 123.p.cap 这样的话 这个omnipeak就可以打开它了 嗯 有什么问题吗 好打开了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拿到了一个这个某一个it地址 在这一天里所有的这个流量的这么一个照报文件 当把它打开的时候 还是按我刚才的那个老规矩 先把没用的这些个协议 先把它给摘出去 省得在这这个扰乱我们的视线 https基本上也不用分析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它跟哪个ip地址产生了https的这个流量 然后把这些没用的协议都把它隐藏起来 当然它跟这么多节点都产生了通信 好 https我们先把它摘出来 选择相关都copy到一个 因为https加密 所以我们不知道里头具体传的是什么东西 也只能通过这个ip地址来进行判断一下 它还同时跟多个目标地址产生了https的通信 但是似乎ip地址段是比较接近的ip地址段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内容 这个payload我们是什么也查不到这个有价值的信息的 所以只能是在调转方向向这些个ip地址发出一些个扫描啊 探测啊 查一查它的信息啊 它的注册信息啊等等 通过一些个旁路的方式来获取一些个信息 那么这其中有一个这个https的流量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spynet.vrund.com 这是去微软网站的一些流量 然后Washington Raymond 微软的sourc 这应该是在做这个证书交换的时候 证书交换的时候呢 会这个首先我们访问https网站的时候 首先都要先获取服务器的这个公钥 所以这个服务器会先把它的公钥证书发给客户端 所以这个公钥证书里面呢 会有一些明文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 但是后续的数据的传输 就都已经被这个证书所加密了 所以后面的内容就看不见了 但是通过这个证书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大概判断一下 这个证书是谁发布的 而且通过域名大概判断一下 这应该是跟微软的服务器进行的这个通信 spinite前端.dcr.cloudapp 我还真不太确定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但是应该是和微软的网站产生的一些流量 难道是微软的这个 反间谍的这么一个应用呢 这个不太确定 总之证书应该是这个微软发布的 这个就需要做旁路的 在更多的信息收集和侦查了 就做我们这个渗透测试 可以对这些IP地址做一些渗透测试 好 那么HTPS的看完之后 把它隐藏起来 那么UDP的 UDP的基本上都是QQ了 这个基本上不用看 我们这个基于协议 基于协议来进行筛选 把它们copy到一个新的位置上去 然后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 这个原目的端口还 这么多个IP啊 通过这个视图看一下 UDP对这么多个IP产生 这也有点可疑了 这个不太像是 这个QQ了 QQ应该是使用这个UDP的这个 8000端口 4000吧 4000和8000这些端口 但是它用这个UDP的721好像重复出现的这么一个端口 我们可以上网搜一下 说721这个UDP端口 这应该是什么应用 然后呢 这个我怀疑啊 有可能 我就不搜了 这个我怀疑有可能是这个 某些个视频的这个网站 基于UDP来传输视频 或者是这个 一体下载 类似的 类似的 类似这样的这个东西 所以否则的话 这一个IP地址 不可能跟这么多个IP地址 同时产生这么大量的这个绘画信息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 好吧 我们不管它具体的内容了 然后这个大概分析一下 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就把它给隐藏掉 有问题呢 就接着查 所以这个具体能需要查多深 这个完全没有底儿 然后下面就是一点点的TCP 和99.99的 991的这个HTTP HTTP的我们就可以多看看了 这又是明文 二进制的流 这又是个FLV 这应该是一个视频文件 它应该是在看视频 那么如果说这个对应到看到后面的这个 这个域名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判断了 那么通过反查这个IP呢 看看它能不能解析成一些域名的话 也可以这个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某些域名的 某些视频网站的IP 然后下面像这种 这就是直接访问这个网页 然后就是访问了一些个网站 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下载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这个文件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们就可以比较快速的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 该筛选的这个文件类型都给它筛选一点 像我们已经过了一半了 好 再稍微往后来一点 c spider man 难道有爬网吗 奇异picture 这应该是 这域名已经显示了 这个爱奇异的 爱奇异这种视频网站 然后它也在这个访问QQ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应用程序可以下载 我一直想找一个这个传输的 Doc啊或者exe啊这样的 然后通过直接把它给还原出来的 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但是好像是始终没有抓到 好吧 没有了 好 基本上这个 初步的一些个协议分析就到这里了 然后更细致的 那么具体到某一个这个绘画里面 一些个异常行为的话 那么我就不再去给大家继续说了 那么 关于这个抓包软件呢 这个大家去多使用一下吧 这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使用的一个 抓包分析的工具 很好用的 在这里面稍微再给大家多说一句吧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 抓包这个log log log 这里面呢 会给大家提示一些个信息 那么抓包分析软件 它会自动的对这些个数据包 来做一些个分析 那么分析之后 它会给出一些个提示 比如说这个专家系统提示了 TCP的重连尝试 产生了大量的重连尝试 那么从哪个IP地址到哪个IP地址 既然这么大量的重连 有可能是网络这个出现了一些故障 或者网络用塞 造成丢包 或者这个设备故障等等 这些原因 重连 然后如果说这个 有一些个特别明显的问题的话 这个它也会提示出来 这个HDP想要慢 有可能是服务器那边性能出问题了等等 这样的 这些个信息也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的 基本上这个手动分析的话呢 就大概起就是这样了 这个常见的问题呢 基本上这个用我刚才的介绍这些方法也都可以 常见问题都可以处理了 然后这个唯一一个给大家再提一个这个辅助的手段吧 就是抓包分析呢 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情 你很难在很难百分之百的保证说你经过 经过你分析的这个数据包文件里面所有的问题 你都可以去发现 那么有些东西你可能真的是肉眼看不过来那么多东西 有可能会有疏漏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性的一种措施呢 就是你可以把抓到的这些数据包 给它直接重放到一个IDS里面 就类似于我在无线安全里面 这个倒数第二节课里面给大家演示的那种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抓到的数据包重放到一个IDS里面 然后由这个IDS去帮助你去利用它的规则自动化的先去过一遍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重要的显而易见的问题 它会提示给你 然后以这个为导向去辅助你的这个人工的手动的分析 这样的话可以可能更能提高一些工作效率 然后更尽快发现一些问题 好吧 基本上 关于抓包分析这一块呢 我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吧 好 就是这些了 谢谢大家 这一小节课结束了 好 我 谢谢大家 ayı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